最近啊黑神话悟空简直火爆了 你们要玩吗 相关主题的视频流量也是急速爆发 比如这几个视频 今天呢木子就将分享 如何制作这类帅气的现代版悟空 如何让我们现代的真实场景 变成黑神话风格 以及如何把你的脸换成天命人 如果感兴趣的话 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类呢就是如何制作现代版的悟空视频 制作这类视频 我们首先需要纹身图 然后再图生视频 所以第一步是确认生成图片所需要的prompt 这里的prompt我们有两种方式获取 一种是直接自己写 这样呢虽然比较费脑 但这一步是唯一我们可以发挥人类创造力的步骤 所以如果想做有趣的视频 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自己去写的 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参考别人的 比如我觉得这个视频里的动作很好 想要做一个复刻 我们就可以把每个场景都截下来 然后发给XGBT 让他来描述这个画面作为我们的prompt 或者你看到网上一些比较好的图 即使不是悟空的造型 也可以让XGBT去进行描述 因为我们后面会用特定的模型去生图 已经针对悟空做了风格化 所以啊即使是通用的描述词也是可以用的 我这里也为大家整理了视频里所有场景的prompt 供大家参考 像这里的描述词就都很通用 比如说都是a person这类的 第二步呢就是稳身图了 我这次用的是最近非常火的flex模型 经我测试啊 它的稳定性和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呢这次我不太推荐使用mejourney 因为它还没有收录悟空的形象 所以啊画出来的更像是普通的星形 那我这次用flex模型是在一款中国大陆的AI创作平台 Libliibu AI 经过我的对比它的模型库呢是相对比较全又多的 而且flex和sd的模型都有 那缺点就是它必须要用中国大陆的手机号或微信注册使用 如果你没法使用Libliibu 那我之前推荐过的tansonart和shaker都是很好的替代者 我们打开Libliibu 在上方这里搜索黑神话悟空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天命人模型都很帅气 甚至啊有点挑花言 那我自己测试下来呢 还是这个被使用了4万多次的flex模型效果最好 点击进去以后 点击右上方这里的立即深图 我们就进入到配置界面 首先我们把刚才写的提示词复制到这里 如果你之前的提示词是中文也没有关系 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一键翻译成英文 那除了这里的宽高度以及深层的图片数量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动以外 其他配置都不用改 那如果你觉得生成的效果不够像悟空 可以适当调整一些这里的权重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这里的flex模型生成的几张图片 怎么样有没有晒到呢 好所有图片都生成好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图生视频了 那现在市面上的AI视频生成软件非常多 但我还是最推荐可灵 它的效果还是最好最稳定的 但缺点就是可灵现在也要收费了 我们把刚才生成的图片放进去写描述词 然后生成即可 给大家看几段我用可灵生成的视频 如果你不想付费生成AI视频 那也可以参考我在这个视频里面 给大家推荐的几款AI视频生成工具 它们呢要么是有很高的免费训用额度 要么就是完全免费的 虽然它们的整体效果可能的确比不上可灵 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要吧 对吧 然后就是关于如何把我们的现实场景 黑神化风格化 那我觉得这个应用也是非常有趣的 非常适合企业或者是景点去蹭热度 那这里呢我们就用到Promi AI去完成 大家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说明栏链接进入Promi AI 登录以后在左边AI工具工作流这里找到创意融合 它这个功能指的就是将草图的结构和风格图片的创意向融合 比如呢我在左上角这里上传一张北京天坛的照片 在下方风格这里上传一张网上找的黑神话游戏场景里的图片 那下面选项这里的模式记得也要选择 你可以试试看不同的模式 看看哪个效果相对最符合你的需求 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我在不同模式下生成的效果图 那除此以外呢我还生成了一些中国其他著名建筑物的黑神话风格图片 看看有没有让你惊艳的 那很多人在玩了黑神话以后还想要沉浸式体验 把自己变成那个真正的天命人 让自己的脸去替换天命人的脸 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可以通过AI去生成的 现在市面上的换脸软件很多 比如说我之前推荐过的A库 直接上传一张我们在网上找的天命人照片 然后再把这个脸替换成自己或别人 就可以快速获得一张自己的天命人头像照 那这个的生成速度非常快 效果呢也还不错 或者我们也可以在discord上使用insidefaceswap 大家通过我说明栏中的链接进入 然后把它加入到你的discord的频道中 加入后呢我们在下方聊天框内输入斜杠sivid 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你上传的是你自己或者是想替换的人脸照片 一定不要搞反了 然后我们给这张照片取个名字 这样insidefaceswap就会保存这张照片为一个人物 然后我们再输入斜杠swapid 这实在上传天命人的图片 同时呢下方的id是刚才取的那个照片名字 全部好了呢 它就会自动生成两张照片 一般一张是更贴近你自己照片的风格 另一张更符合天命人照片风格 还有要注意的是insidefaceswap 每天有50个免费credits 一次生成花费三个 所以你一天可以最多生成16张图片 当然了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换量工具 如果你有比较推荐的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 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最后呢 祝大家都能成为自己的天命人 成功的找到自己的梦想和彼岸